那时候我可以说 你可以把眼泪擦了 对不起 现在对 把眼泪流了 然后再把眼泪擦了 把眼泪擦了 对对 哈喽小麦老师好 程老师好好久不见 对好久不见 我觉得我有20多天没有见你了 啊有可能 我我觉得很长时间了 对那今天我们要用什么语法聊天呢 把字句 把字句好难 不仅学生觉得难我也觉得难 对这也是中文里面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语法点把 对比较比较难解释 但是其实不难 嗯 不要害怕 大家不要害怕 好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吧 好啊 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 呃小麦老师也知道二零二二年已经 过去了 对好快啊 我们现在第一个话题就是要 回忆一下你二零二二年最难忘的一天 就是你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天 就是你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天 我吗最深刻的一天 我们两个都要说 好好的那那你要不要先说 好好我先说 好好好 你最难忘的一天是哪一天 其实嗯 其实嗯我我觉得我的二零二一年跟二零二年是连在一起没有分开的 好对嗯所以对我来说最难忘的一天是呃 是我失恋的那一天 好失恋的一天嗯 这时候我要说什么 没关系 我就跟你说 好 我就跟你说怎么 我就跟你说怎么样 就是我失恋的第一天 嗯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还是必须要很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早上就起床 然后跟前一天一样 我把早餐做好了 我把早餐做了 然后我把就是衣服穿了 然后我把我的包准备准备了 然后我就要去上班 嗯 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呢 我要就是 嗯 把把课上了 嗯 然后很正常的把午饭吃了 然后下午再去上课 然后把课上了 然后再回来 就是你知道 嗯 刚刚失恋的那一天 你是 没有感觉的 分手的第一天 是不是 分手的第一天 和前一天一样 比如说 你把工作做了 把饭吃了 把咖啡喝了 然后没有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 没有我当时没有感觉 嗯 但是 就是 当你就是 嗯 把事情都做了 然后 你把澡洗了 然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嗯 晚上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啊我好难受 然后就一个人 对对一个就开始哭 开始哭哭哭哭 好 这时候我可以说 你可以把眼泪擦了 对不起 对 把眼泪流了 然后再把眼泪擦了 把眼泪擦了 对对 我那段时间就是这样过来的 每天都是一样的 每天都是 按照正常的生活 把班上了 把工作做了 把饭吃了 然后把 什么东西都做了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就很想哭 一个人呆着很想哭 好 那我觉得你还 你还是在好好的照顾你自己 比如说把饭吃了 把班上了 很好 要赚钱呢 要把钱赚了 不然怎么办 可以可以把 可以把前男友骂了 然后再把钱赚了 哈哈哈 只是晚上需要把内擦了 对不起 好心生 说的好心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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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现在很开心 我现在已经完全 move on 完全过去了 所以 对 现在小妈老师呢 嗯 我 我觉得 我2022年 我记得的一天 是我 你知道那个 covid 那 叫什么 covid 我得了 covid的 前一天 我记得 特别的深 因为 那一天 我感觉 我感觉 我自己 要生病了 所以 我买了咖啡 我把咖啡喝了 然后 哎呦 感觉不怎么像生病的样子 我把咖啡喝了 我点了外卖 我把喜欢的东西吃了 然后我觉得 我第二天会不舒服 然后因为有很多工作 我把 我把后面 我把后面的工作 也做了 好的 然后 然后晚上 我还去外面 我把菜买了 我把水果买了 然后感觉 我把 我把东西准备好了 然后第二天 好的 我得了 是的 是的 这是一个女强人呢 女强人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想着 我第二天有 我第二天觉得会不舒服 然后我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竟然是真的 挺好的 我觉得这样 就是你在关心自己的身体 知道自己要生病以前 把所有的准备都做了 然后生病的时候 没有那么难受 对的 对的 因为我把 比如说我把蔬菜买了 我把水果买了 我可以在生病的时候 吃点蔬菜 吃点水果 我觉得很好 嗯 对对 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两难忘的一天呢 是的 第二个话题呢 我们要来想一想 2023年有哪些计划 就是一月是做计划的月 所以我们要说一说 所以小马老师 你2023年有什么计划吗 有很多啊 有很多 那我可以先说一个 比如说2023年 我想把YouTube做好 我也有这个计划 是吗 我们 我们把YouTube做得更好 对不对 做好 嗯 好的 好 那我还有第二个计划是 因为2022年 我很少去旅游 所以我有一些旅游的计划 我想把这些旅游计划都做完了 都做完了 我可以去这里 这里这里 如果我能去找你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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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旅游计划都做完 是的 是的 嗯 好 那你要说一说吗 就两个吗 不会吧 你还有 有 还有 还有 有 我还有是 嗯 我还有一个是 我以前有一个想法 我想写一本小说 我现在不要告诉你 这个小说是什么 所以今年呢 2023年 我想我能把这个小说写完一半 好 为什么不是全部写完 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我是第一个读者 可以可以 我到时候会告诉你 然后我还买了一些书 我希望2023年 我可以把这些书读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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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相信我 好的 就是 这是今年 这是今年这四个 比较重要的 我还有一些比较小的 那些计划 如果我可以做完这些 我再考虑一下做别的 你呢 我 我的计划可太多了 好 比如说 说重点 重点 比如说2023年在语言方面 我还是希望我能把我的硬地语学好 因为去年2022年我就学了一点点 嗯 然后我想考我想找一个英语考试 然后把这个英语考试考过 对我想给自己一个challenge 所以我想给自己一个挑战 嗯 也很好 嗯 对 然后呢 嗯 对然后呢 我肯定是要把工作做好的 就是 就是我 我是汉语老师 所以要把我的工作做好 然后呢 嗯 就是也要把YouTube做得越来越好 就是 虽然我最近做得很慢啊 但是 我希望我能把我的YouTube做得越来越好 嗯 我们最近都很慢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方面就是 当然是要把新西兰的北岛玩玩 因为我2022年在南岛玩了很多地方 然后我 好 嗯 今天也想把 北岛玩玩 嗯 ah 玩玩 好的 对 玩玩 玩玩玩 这是我的 się啊 有我想把北岛玩玩 这是 好的 对然后我要把车学会 把游用学会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妈妈的计划 哈哈哈 把男朋友找到 哈哈 哈哈哈 对这是我2023年��年的计划 很多小小的计划 嗯 那我现在就开始 祝愿你的 你的这些计划都可以实现 好 谢谢小马老师 OK 那这些是我们2023年的计划 对的 我们有很多 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都做完 并且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对不对 嗯对 把事情做完 然后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是的 好 那第三个的话题就是要聊一聊 因为最近在中国要过年了 春节来了 所以 是的 对小马老师来说 他的holiday来了 我的holiday已经没了 看到看到你去工作 我去休假 我会更开心 好 OK 所以最近小马老师 你对于你的假期有什么准备吗 啊 我假期的准备是从收拾我的行李箱开始的 好 收拾行李箱啊 对的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收拾行李箱是什么意思 说是行李箱是我要把很多我的东西放在一个箱子里面 我可以把这个箱子带回家 带回家 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衣服放在里面 然后我把我的化妆的东西放在里面 还有什么啊 还有我把我的鞋子放在里面 把我的手机放在里面 是的 所以说我这是我收拾我的行李箱 然后呢我还在网上买了很多东西 我把这些东西都寄回去了 寄回哪里 寄回我的老家 我爸爸妈妈的家 对的 寄回了老家 是的 所以我为春节准备了很多 然后就是准备我漂亮的衣服 好 把漂亮的衣服放在行李箱里 然后我买了很多春节的东西 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寄回老家 嗯 anyway 什么都有 是的 所以现在我要把我自己带回老家 你不能把你自己带回老家 你不能 对吧 对对 不能把自己 嗯 好的 对对 但是 就是一个玩笑 就是一个just joking 就是玩笑 对对对 但是挺有意思的 我也想我也想我也想回家 我是想把自己寄回家 好的 到时候到时候我可以在就是收拾我的行李箱 不是不是行李箱收拾我的家的时候 我可以和你开视频 然后可以让你看一看我们那里是怎么样过春节的 OK没有问题啊 所以就希望你这个收拾收拾行李箱的过程怎么说呢愉快和顺利 我我只希望一件事情我不要把我的东西忘了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好像忘了你把很多东西都放在行李箱了但是你没有把工作的东西放在行李箱 哦对的我要把我的电脑带回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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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在哪里都要工作好不好 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已经大了有可能我还我会在微信里面准备一些钱 所以是我要给我要给我的那个家里的小朋友发红包 所以我在微信上把钱转给他们 哇我也挺小的 我有红包吗马老师 等一下 新年快乐红包拿来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啊现在拿了说不了 好的好的 anyway啊就是今年就结束了 然后no no去年结束了 今年开始了 啊对嗯 对就希望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快乐非常开心非常健康的开始 是的我希望我们能把我们说的这些都做了 然后做完并且做的都很好 并且我好 快乐的过完这一年 嗯好那就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了 好啊好啊好啊 好那谢谢小马老师拜拜